这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上个周日接连发生了两起火警 而且这相隔不到700公尺 货车铁皮空场接连起火 那么警方事后调阅影像 发现居然是两名国小的南童犯的案 后来他们被侦选的时候 南童承认居然只是因为无聊 就用卫生纸来引火 差一点点就烧掉了货车 小小年纪不知道往火的风险 只见两名小学南童拿着点燃的卫生纸 一路上边丢火团边嬉笑 还朝着小货车把手狂塞 危险行为令人看了捏把冷汗 接着两名南童死锤之位 跑到附近民众的垃圾堆中 朝里面狂丢火 而做这行为似乎玩得过头了 附近居民也说 不只第一次看到两名南童玩火 就怕哪一天会不小心玩出意外 而根据了解 两名南童家庭都缺少关怀 左边的小四男童是隔代教养 照顾他的阿嬤将近八十岁 根本就管不动 右边这位小五男童 由单亲爸爸抚养 平常疏于管教 而且拒绝和老师沟通 民众报案后 目前社会局也已经介入了解 希望家中长辈能够多助于孩子一点 给他们更多的关怀 记者刘志展新北市报导